位于南韩沁上南道梁山市的通渡寺 是南韩三大名寺之一 二月底寺院里的梅花提前绽放 预告春天的到来 由于气温上升 开花时间比去年提前一周左右 吸引参观民众停下脚步 除了梅花之外 其他春花也提前绽放 南韩的地方庆典日程因此更动 全球最大的樱花节 郑海军港节 每年都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樱花祭举行 今年迎来第六十二届 宣告三月二十二号开幕 将是史上最早的一次 昌年陆东江油菜花庆典 先前每年吸引一百万名以上游客 预计今年油菜花的开花时间提前 庆典将在四月十一号开幕 比去年提前两天 地方庆典是年度观光盛事 但近几年因为气候变迁 部分活动不得不取消 像是每年有二十万人以上参与的 沁北安东野山冰雪庆典 今年因为无法正常结冰而告吹 环境团体指出 开花时间加快 是气候危机的直接证据 被指定为南韩特有种的边山营莲花 也比往年早开了一周左右 原生的边山营莲花 一般开在游客难以接近的地方 边山半岛国家公园办公室 从2011年开始建立替代栖息地 方便游客近距离观察 春花提早开是生态环境的警讯之一 南韩官方从去年就意识到 这个问题 地方政府也积极应对气候变迁 像是经济道宣布 推进RE100永续进程 在公共建筑物 工厂屋顶 汉庭设厂等地 大量设置太阳能板 以可再生能源 取代传统电力来源 经济道计划 最后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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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